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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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節目時間 港股本日來說 曾經到跌超過450點 還有十幾分鐘就開始 下午的策略是怎樣 我們這次嘉賓都有Mike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好Mike 你好 Mike 幫大家看看港股後市怎麼走 因為始終看到今天來講 叫做有回北水 會不會說接下來的資金流向 會的情況是怎樣 下午方面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好些呢 暫時看我會形容港股的走勢 都是挺樂觀的 還是向上那個軌道走著 今天雖然是跌了三四八點 但是叫做十天線 二萬二千點都是守得穩的 圖表形態上都是慢慢修復 回到二三月那時候的跌幅 但是不向上追的動力 我覺得始終都是一半半 可能未來的大市的表現 都在二萬一至二萬三 這個區間水平上落 繼續都是區間水平上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個焦點 都是看著澳湖局勢發展 還有就是美聯儲的會議 不過其實那個會議內容 其實大家都預料了 都是這樣的 雖然你說開到口牌 或者接下來可能是那個加息 或者是縮表的步伐會加快 令到昨晚尤其是科技股 是見得到跌幅度的顯著 但是我自己覺得始終 港股那個股值是這麼低層的 也未必說對於一樣消息這麼敏感 反而會留意 將重心留意回內地的肺炎的確鎮充數 還有上半年經濟增長的問題 看著內地的確鎮充數 其實一直都是上升的 都會擔心更加多的城市 採用一些更加嚴厲的封城措施 而影響到他們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 其實今早早出來的PMI數字都算是蠻擔心的 無論是製造業或者是服務業 那部分都跌到一個收縮的水平 另一方面可能市場的憧憬都會看著 以經濟下行或者收縮來得這麼急 還有這麼突然的話 來自中央或者是人行 會不會有一些週末 或者盡快有一些找經濟的措施出台 而對經濟令到他們的收縮沒有那麼快 那可能在這一方面 對港股後市的展望 不多不少都會帶來一個小的衝起 就是要看內地疫情方面的發展 會不會再拖累著一些經濟情況 本日來說行指跌幅都有1%以外 跌320點 報22,181點 都要和Mike先跟進一下 始終見到今天的時一度都跌過450點以外 其實是甚麼拖著的事 都是科技股 當中就要看著順雨光刻 因為都是半日表現得最差的一隻藍籌股 跌幅到7%以外 現價半日來說是117.1 為甚麼股價今天來說要跌得這麼厲害 跌7%呢 不過其實都看回大行的看法又不同 看到大摩來說調高了他的評級 他就說由宇大使同步升到增持 不過其實就降了目標價 降到190元 波金士丹利就認為順雨股價 接下來五年有得倍升 手機需求疲弱的因素 大致都反映在股價上面 接下來反而會有一個正面驚喜 譬如說汽車輔助駕駛系統升級 可能都會令到行業的生態有轉變 以及都說到這間公司順雨 會受惠在車載產品的龍頭地位 如果可以很快增長 接下來三至五年的收入升至超過80億人民幣 就會是一個正面驚喜 其次就是雖然就擴增了一個實境AR等等的業務 但現在只是佔了整個集團的收入大概4% 但接下來的增長空間 他們就覺得都很大 相信手機以外的業務 三至五年之後 可能都會貢獻順雨的收入超過死性 都要問問米線納 不知道你的看法和大摩是否一樣 我會覺得都是一般般或者傾向 個人的看法都傾向保守一些 最主要都是來地看得到消費信心 其實是在減弱的 大家都會覺得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其實是在萎縮 對他們的智能手機相關的鏡頭業務 其實是那個模擬類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還有就是業務的第二個重心 車載攝像鏡頭 始終都會比市場的感覺 都是說那個增長潛力是開始減弱的 甚至乎你說上個月出來的那份 去年那份業績的話 其實都會莫得到它的收入 和那個盈利都已經是 叫做是說沒有了增長 再看回今年內地的經濟情況 其實大家心照可能會比上一年 2021年更加減弱的話 由此可見公司大家都會預期今年上半年 有機會是出現一個盈利倒退的壓力 所以雖然你說那個股價近這半年 其實累計的跌幅都叫做是很誇張 但是始終我會形容在技術上 或者在圖表上看 其實那個股價非常之弱 甚至乎今天如果是再跌一跌的 也都會有很大機會是說 訓練三月那個低位 所以我會覺得公司 你說長線看中長線看 可能有一個潛力在 但是始終在那個短線 來講他們那個收入 或者盈利今年未必說交到功課 和在那個技術上那個走勢非常之弱的話 我寧願就是比一比 OK 即是可能看到跌了這麼多 都是要先避一避 是不是Michael的看法 Mike的看法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因為始終在那個股值上 雖然你說跌了這麼多 但是股值市盈率就20倍 但是考慮今年的那個盈利 可能都是沒有增長的 甚至乎倒退的 我會形容為二 至現階段或者現價 那個股值 一些都叫做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如果真是買的話都不介意 等一等可能真的看到上半年的業績 即使出來 像大摩這樣說 真是看著他們 VR那方面那個增長 叫做加快或者是佔業務 那個比重越來越多 才說可能有機會可以 令到那個股價那個跌勢是存穩 嗯 都提實 剛才Mike講到 3月份那個低位 暫時大概是113.9 今天來講日中低位都叫做受得住 今天的日中低位是114.2 暫時半一跌幅去到7%以外 117.1的現價 聽完手機股 我們都跟進一下內房股的表現 見到內媒都報道 內地多個城市就進一步放鬆調控 包括些什麼呢 就是放鬆了限救 降低了首富情況 和買房的一個補貼等等 另外都可以參考一下證券時報 今天的報道呢 就說截至3月底 內地部分城市那個樓市的熱度 都有所回溫 都要問一下Michael先 那些內房股 其實大家是不是 那個政策的風險呢 都已經是反映了的了 現在接下來大家是否都可以有一點點憧憬呢 看著周末政策的出台 我會形容為是有驚喜的 很明顯中央覺得去年 或者是房地產的打壓上面 可能需要換磨或者暫緩 很多城市陸陸續續出台一些疑似的救市的措施 其實對那個樓價都看得到那個跌勢 可能是有機會暫時是停一停 我始終過去一段時間內房股 其實只有很多壞消息出 尤其是那一批民企 很多都是資金鏈的壓力 甚至乎個別的連業績都出不了 是需要停牌 反而你說市場上現在留得低的 剩下的都是 或者是資金追捧的都是一些有國家隊 自己是國企 或者是有國企背景的內房股 我會覺得都值得考慮 始終你說如果樓價真的叫做跌勢 是放緩的 或者是來自中央的救市屬支出台越來越多 都會有一個政策的刺激作用 帶動到股價 甚至乎你看著今天那個大市 其實跌了三四百點 表現是非常差 但是都有個別的內房股 可以破到一年的高位 例如是中海外688 所以我會看那個一線 看著那個市場其實是牛皮 或者是那個表現不是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有個別的內房股 是破到一年的高位 很明顯 有一些有部份的資金是開始追捧 或者是吸納的話 我自己覺得短期來說 那個股價都繼續可以是跑人大市 我們看到剛才說到的中海外 今天升幅2%以外25.5毫 見了超過一年高位 至於人家都不差 都見了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升幅半日1%以外 最佈39個夜 龍湖集團 今天反覆少許 半日反覆偏遠 第五仙部42.75毫 其餘多隻內房 版面上看見都在停牌 數下去看見 碧果園都是輕靠穩 升四支現價6.39毫 都見到在雅居樂集團都升風壓近1% 佈在四個四毫四 看見就是旭輝紅股 都有2%以外的升幅升一毫 現價4.71 看完內房股 我們都要跟進一下本地地產及收租股 還有消費股 見到部分都做得不錯 太古地產、佐丹奴國際和大家樂集團 都見了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消息都看實 未來將會派新一輪的消費券 和今個月都會有放寬社交距離的措施 都要問一下是否大家都是憧憬 即是疫情之後有個經濟的復甦 所以先炒定這些消費和收租股呢 我都同意的 始終最壞的情況應該就是過去了 再加上明天開始發放消費券 對本地的指導 不多不少都有一個指導 衝起或者刺激的作用 但是不都會提防這一類的炒作 都可能是非常之短線 可能炒幾天或者一個星期 始終消費券的效應比較短暫 還有現在現時為了 社會都還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真是想需要消費 其實選擇都不是這麼多 我相信在這一方面可能會限制到 真是受惠的公司的股價 今天看到九倉置業和太古地產升幅都超過2% 九倉置業半日升8.5元 只報39.4元 日中高位見過39.5元 還有第二隻太古地產1972 今天來講都上去20元樓上 見到二至頭半日升幅超過2% 都要問問Mike有沒有拿著剛才談過的哪隻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歡迎收看《開市速報》 港股上午最多跌470多點 落到2萬2的邊緣 亦都逼近條十天線 下午回來跌336點 到22165點 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美國可能會加快收稅 高估值的科技股亦都是受壓 恆生科技指數最新跌3% 跑輸過恆子 步在4611點的水平 跟進國企指數 見到內房股今天表現不錯 國企指數仍然會向下跌1.6% 步7639點 看看活躍港股計最新造價 排頭位的是騰訊 最新跌2% 步381.8 美團跌幅3% 跌5.3 步161.7 阿里巴巴跌穿110元的水平 最新跌幅4% 也是拖低大市 佈在108.8的位置 開拓日月 我們等待有些理好消息 會詳細再講一下 至於著中海油 可以逆市向上創兩年的高位 最新升到4% 步11.66 先跟大家說一下上榜的開拓藥劫 開拓的新冠口服藥 在臨床測試顯示有效降低住院或死亡率 開市無奈 股份最多升到2.2倍 高位見過46元 不過之後升幅收窄 下午回來升到1.41倍 報33.8 跟進設備股聯想集團992 台灣媒體就引述消息說 聯想等電腦廠商削減今年出貨目標 減幅達到雙位數 因為疫情受影響和俄烏戰士也削弱歐洲市場消費 上午低位見過8.5倍 下午仍然在低位附近 最新跌半成報8.53 看來內房相關股的表現 見到佳兆業在處置資產方面有些新進展 就跟招商社口和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合作收購資產 佳兆業本身繼續停牌 不過系內股份做好 佳兆月美好升到1.1報8.85 佳兆業健康也升到1.1報8 接著看快遞股 中通快遞2057 上海的確診個案攀升 網傳有大量的速遞員確診 快遞相關股就向下 最新中通快遞半成報198.9 先跟進到這裡 廣告的數據 還在下跌 不過以組段來說 繼續在低位2萬2的水平有承接 今早上低超過200點後 曾經跌幅到472點 下跌至22029點後跌幅收窄 下午回到來 暫時一直跌至300多點 最新跌幅到366點 做22,139點位置 分類指數普遍向下 地產指數亦市上升到200點 總成交下午回到來 超過728億多 後事怎樣判斷呢 先找嘉賓談 這一節我們有趙宏文在 希文你好 你好 希文你好 外圍的因素和內地疫情都要討論哪些關心 美國現在有儲局官員說 預期會迅速縮表 最快可能下個月做 債息馬上升到10年期的美債息上升到3年 接近3年高位2.6厘 亞太股市不僅止我們這邊的科技股都要向下 日本股市下午下跌1.6% 內地以本地的新增新冠個案 都突破2萬宗 而且上海那邊現在說 全市是會再次展開核酸 或者是快速抗原的測試 A股在下可能都加多腳 我們恒指就出現一個沽壓 究竟哪樣東西會比較上困擾我們的後市 今天是休息後再上 還是怎樣呢 暫時在這些位置先看一看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位置再推上去 其實那個upside就未必會說太過多 因為大家都recall 其實那個市由3月中的低位 你說2萬點以下開始起步 三爬兩倍上升到2萬億 其實都是用了接近3個星期的時間而已 當然你說當中期間的成交是夠的 但是現在困擾著大市因素來說 其實剛剛你也提到幾個因素 一來就是債息 不單止說10年期的債息 甚至我們最近看到在美國國債的 全線年期的債息 全線上升的 但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短債息 升得快比長債息的 導致知識率曲線開始拉平了 這裏是反映到市場對於 未來美國的經濟方緩的風險的憂慮 這個後續大家需要留意 另一邊就是疫情因素 因為始終最近在內地疫情來講 都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升 對於內地的經濟下降壓力 大家看3月份的數目 初步都看到了 但是4月份會不會再好一些呢 不是太過樂觀 因為始終有很部份地區 也都在一個lock down 在那裏 所以暫時你們看回市場來講 現在這些位置是叫做 在這條10天線附近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再往上去的話 五十天線大概是兩萬兩千八百點附近 其實阻力都會比較大 上方剛才你提到五十天線 大概就是現正所在二萬二千七百領 甚至是放鬆點空間 二萬二千八百點水平 剛才如果我沒有解讀錯過 但是還有很多因素 你覺得甚至以可能會比較吹淡風 或者是審慎觀望為主 包括外圍那裏 不要只說債息偏向平坦 其實早期都出現一個倒掛因素 內地疫情都是有少少清零 以及有些半風控的情況 如果這樣看法的話 其實沒有貨是否現在這個moment 都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進去住呢 其實都是的 其實現在我想很多人最近都問 這些位置究竟是拿還是不停 是追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當然之前是低位 你持有多的貨 持有多的貨 持有四個位置 當然你可以再放一下子要先 因為始終你賬面上還有利潤在那裏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再去追步的話 我想是要適資選 就是原先說一些高增長 高估值那些暫時真的要靠上一邊先 反而一些防守力相對比較高 甚至說估值相對比較低的 譬如個別金融類股份 或者個別的原材股份 短期是會有一些直播率在 但是始終現在市房 今天或明天市房 隨時突然間的勢又轉了 但是整體來說 我想近來操作的策略方面 都是以一些防守力比較高 低估值的一些sector 那個safety margin 我們叫做相對比較好一點 審慎一點 換轉說 短期可能比較利好 防守力強 低估值 反過來 高估值科技股 可能都要避避風頭 恆子最新來說 下午跌至1.4% 22,168點水平 跌至334點 我們現在再跟進期指的最新表現 現在輕輕高水到8點左右 以4月份來說 最新報在22,178點的位置 5月份跌幅到329點 總成交這一秒超過6萬張 好 再回來 今天就北水重新開閘 我們先看看 正流入外面 因為深圳流出比較多 合計 正流入到2億8千萬的水平 內地股市 亞洲有否估額小了 X上證綜合指數都跌少了 最新跌至2點 做3280點 互心300指數最新跌幅到0.2% 創業版最新跌1.1% 最新報在2634點水平 剛才也說到內地股市 我們今天有個板塊跟著A股一起聯動 就是中藥股 好 港股方面 先看看股價 現代中藥 最後一隻和頭一隻中國中藥 今天齊齊是創了超過1個月高位 暫時升幅570 中國中藥升幅到3% 現代中藥 進漲到7% 其餘山東 新華製藥和白雲山都是向好 山東 新華製藥 進漲半成 同仁堂科技 先升上去 後來腳趾院 回吐到不足1% 最新報在6.7% 為何有得炒呢 原來最新說 憧憬可以針對新冠病症有些醫藥作用 內媒報道 上海有9%新冠感染者 使用中藥 中藥除了有改善症狀 還可以說是益氣健脾 解毒化瘀 說沒有病的人 報導講道 吃了也有預防作用 世衛早前也有說 中藥有效去治新冠肺炎 鼓勵成員國採用中西醫結合模式 就可以抗疫地說的 希文你怎麼看 你覺得這個上升空間 究竟可以推高多少 短期的炒作 我想中西醫的組合權 去醫治新冠肺炎 我想都講了一段時間了 尤其這次疫情來說 大家都比較著重中藥的成效 抗低病徵或者增加抗疫力等等的因素 當然你說從國家政策層面 接下來14年的規劃 在中成藥的產業面的扶持 其實從去年就開始講了 但是我想與此同時 大家也要留意這件事 國策雖然表面上是扶持 但是實際上大家也要留意另一邊 所以你有國策扶持背後 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是說接下來有機會進入大量採購 這個也開始在行的了 所以純粹說從一個香港的 相關的中醫藥的版塊來講 其實可選的標的 其實真的不是說太過多 比如剛才剛才提到570 爆雲山這些 但是始終來講 他們在你說新冠的中成藥 佔過收藥指引力 其實不算說太過多 只是一些部份的資金 做短期的炒作 尤其是中國中藥裏面 純粹看香港上市的中醫藥裏面 估值上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剛才我們剛剛提到 近來資金流向 都是會流向一些估值相對比較低的 一些標的或者是sector 是做一些部署在那裏 所以我想這些短期的消息 是會有一個提振的 但是這一段疫情過了之後 大家又要回復到基本面 反而更加尊重整個產業的 是在未來十星的規劃 那個負次的篩席是如何再補去落實 就要看看政策出台 尤其是你說到大量採舊 怕不怕原本已經的西藥和醫療器械呢 就因為怎樣說 就是以量取勝 但是價格上要壓低 那個幅度是多少呢 會不會有呢 大家都有些打散問號 有些會不會說已經算是兜底回升呢 我們比較一下中醫中藥股 最新的走勢是怎樣 中國中藥在過去一個月算是升得最多 過去一個月進漲就去到7% 彈上來的 同仁堂科技升幅到2% 山東新華製藥更加算是跑輸 跌幅到3% 簡單點去看的話 除了山東新華製藥 中國中藥和同仁堂科技 算是足底 跟著形成了反彈 山東新華製藥根本就算是 未向上突破 前期一些下降的down trend 剛才說要慎選標的 會看哪一種多點 都是維持回我們之前的看法 都是加一些相對比較便宜一些 或者走勢方面做得比較好一些的標的 尤其是看回今天來講 都是以中國中藥570人做得比較好一些 剛才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中國中藥的股值來說 對應那個預測性率 是說10倍以下的預測性率不夠 反而對比其他例如874 有些人說十幾倍的樓上的預測性率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去看 大家真的做一些比較短線的部署 真的選一些比較低的股值 甚至你講的股息率相對比較高的 你講的比如說中國中藥 現在你講的3.7左右的預期股息率 你講是否真的很高 不算太高 但在設計算是不錯的 所以我純粹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想中國中藥短期就會比較清先一點 覺得股值比較便宜 不過股息率上它沒有優勝之處在 今天上到4.8之後升幅回上 暫時中國中藥就升至到2%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港股和內地股市同步一齊都跌少了 我們再看看最新的大市方向是怎樣 恆指上回到22,200點水平 不過暫時跌至1.3% 最新跌300點 做22,202點 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 最新輕輕跌1點 做3,281點 深淨成分指數最新跌幅去到0.5% 看看最後的港股 我們再數數科技股 騰訊最新跌幅去到1.5% 美團跌3% 阿里巴巴最新跌幅4% 開唾液業繼續升1.2倍 做31.35 中國海洋石油創了52周的新高 暫時升幅到5% 上到11.76 繼續大洋足上去 亦是日中高位附近 看看六至十位有哪些 見到有京東跌至4% 中國平安靠穩升1毫子 香港交易所跌幅去到2.8% 盈富易金跟著市場向下跌1.2% 恆生中學企業跟著國子走 現在最新跌1.4% 簡單忘了大家關心的藍籌股 匯豐控股片園跌2毫子 以煤氣來說 最新跌幅去到1.7% 繼續這一節我們幫幫家庭觀眾解答宜蘭 先找希文出來談 希文你好 你好 有些關於汽車和相關股份的宜蘭 首先問一下比亞迪1211 劉小姐短訊問題 273元買了 想問一下會不會回到家鄉呢 要時間 雖然今天市場跌了 你見到比亞迪來講其實都還在高位那裡 尤其是看回今年比亞迪來講 其實大家都見到停產傳統的成用車 專注發展電動車 對於今年的銷量目標 其實都比得比較進取的 尤其是它作為一個內地新鮮汽車的綠頭的話 其實都有一定的指標性在那裡 所以你說270元留上來駕駛的話 距離原水位置也都不是差太多 大約十多個巴仙左右 所以你有持負能力的不妨再駕駛先 等市場好一些這些新鮮汽車的sector來講 其實今年的主題都還會在 只是說近來市場真的要打透氣 這些新鮮汽車的sector來講 暫時都是要盡量一個稍微調整先 市場不快 不過如果都OK的話 都還可以駕駛多一陣 今天一開始曾經都再輕輕上去一具高位附近 不過暫時回吐回來 但仍然還搜得着250天牛紅分界線 最新跌幅到1.7% 239.4的水平 我們看看其他汽車股最新的行程是怎樣 普遍都是見紅的 當中長城汽車跌幅到4% 廣汽跌幅到2% 小鵬汽車跌幅到4% 連禁風最新都跌幅到4% 落到109.7% 關乎汽車產業鏈的話 都要看零件相關的股份 何先生想問敏實425 那他就19.6%買了 那這次前景你是怎樣判斷 現價差不多 是啊 都在底下爬了一段時間 就是見到那個死路紅 其實你見到股價又沒怎麼動到 又在一個低位叫做整固住 那你見到個別的技術指標 也都開始有低位回升 都是由汽車供應鏈來説 大家都是看著 尤其本身民宿油好 甚至其他一些的 汽車良物品生產商都好 那大家都是磨住旗下的一些 新人員汽車客戶的銷量的情況 尤其是在內地的汽車的新勢力 那所以你說在19.6% 這些位置你拿著 如果當時你打算做一些 中長線部署的話 這些位置我覺得是可以坐的 那只是大家身體要比拖少少來值 因爲現在敏實來說 那個股值是10倍左右 那你對比最高峰的股值 還差很遠的 那所以我想你有耐性坐的 拿中長線少少 中長線的部署還可以 近來就到低位附近徘徊 不過如你所說 9月RSI慢慢就上來了 前陣子如果股價低位的時候 9月RSI是落到30以下的 現在最新來說已經上回到40水平 不過暫時來說 都繼續股價在20元的水平下 最新跌幅去到1.8% 在19.6.8的位置 好另外繼續短訊問題 周小姐想問這隻中國重器 現價買不買得到 現在回到近來的低位位置 近來的重卡或者重型機械股 大家原先都是打算炒 經濟復甦 基建的提振 但始終你都受到疫情的景象 尤其是重器主機地 是內地的東北邊 大家都看到 近來的華東東北地區的疫情 相對地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一定是會有影響的 還有本身大家也要留意 今年整個重卡市場的銷售量 其實按年來說是下跌的 因為始終去年的規則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想現在這些位置 短期來說是要小心一點 之前的低位9.1號6 甚至是你拉低一點 9元邊這些位置就不可以再穿了 一穿的話就先行質疑的解析 如果9元撐得住的話 這樣就可以吸納了 是不是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始終來講 9元來講都是近些大半年一個的支持 因為這個長年之前一失守 那就大件事了 就是重要了在壓市的低位 當然你說如果你的市況 叫做穩定下來 甚至內地的疫情可以控制下來的話 是有條件做技術反單的 但現在這些位置就未是時候吸納住了 等多一會兒 考驗耐性 最新跌到3.7% 中國重氣落到9.71元 看看其他機械設備股 是不是都要跟隨向下呢 中聯重科算是靠穩 升至兩仙左右 其餘來說 維柴動力都下跌3% 龍宮和三一國際 跌幅同樣是1%國外 不過與此同時 剛才希文都講到 背景其實因為重型機械 大家擔心東北變的疫情 但基建那裏是否多一份憧憬在這裏呢 匯豐研究今次寫了一份報告 看好內地基建股 但調低了部分股份的目標價 他說去年業績大數 大致符合預期 管理層對今年前景樂觀 看好基建等固定資產投資增加 頭一季新簽合約增長亦明顯加快 但短期疫情和原材料價格上升 令到盈利能力和毛利受壓 調低部分股份的目標價 例如中鐵降至6.6 中交建最新是7.1的水平 但評級維持馬入 相信今年的股息率不錯 介乎4.3至6.9厘 今天借中鐵還能接到力 上升到一個月高位 雖然調低了目標價 大致還是偏向樂觀 但提醒一些疫情風險 你的意見又是怎樣 疫情一向我們提到一個很短期的因素 始終都會過去的 尤其是今年中央定出來的經濟增長目標5.5% 去到第一季度為止 其實那個難度是有所增加的 甚至看到部分的 譬如說世界銀行也都調低了 今年的內地經濟增長預測到5% 所以你要運增長的話 其實基建一定是要發力的 尤其是傳統基建三寶 都是和我們之前一直提到的特徵 低估值 比如說中鐵三倍的預測市盈率 與其的股息是5.7%的話 其實防守一定是會有的 所以如果純粹說這些位置沒有貨的話 可以讓它稍微調一條線 你下回4.5%可以補一補 上面來說你基建股頭增速加快的話 接下來幾個月 其實股價是有股值 股值方面是有機會有一個重股 上面可以望高一點點 可不可以試試今年年頭的位置 接近5元左右 下方如果是要吸納的話 中國中鐵就等下4.5% 上面看5元的齊頭位 最新升幅達到2% 這是中國中鐵的情況 中鐵見都不約 今天就大陽足升上 上去5元齊頭位 250天牛熊分界線的所在 最新升3% 時多電氣跌到7% 另外還有Apps問題 想問微盟2013 陳太說什麼價位可以買入呢 還有指贊指攝位置放在哪裏 我覺得要小心少少 最近科技股都是非常粗的 尤其是SARS那些 其實都還在輸錢的 在面上 如果你想做一些比較短性的部署 炒著區間先 下面等它下去4.6%附近才開始暴 上面來說就沒有期望過高了 看著大概6元附近都是一個短期的阻力 下方看著4.6 上方6元的水平 剛才我們都說到 今天都還有一些比較高估值的科技股向下 提醒一下風險 剛才你說到 好 最新來講微盟跌到0.7% 去到5.33% 日中低位曾經落到5.1%那些水平 好 我們就看看其他SARS的過去念股 現在做成怎樣 微盟跌得沒那麼傷 剛才提到跌不到1% 其餘卡的跌到3% 佈在24.2的水平 明圓環跌到3.6% 佈在11.74% 金碟跌到接近6% 好 先說到這裏 謝謝希民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有些一會 今次的財經消息 內地今個月以來最少5個城市都放寬樓市調控 但有分析認為需要更多行動才可以令樓市止跌回盛 內地樓市去年以來明顯降溫 為了防止拖累經濟轉弱 多個地方近期都放寬調控 甘肅省蘭州市近期推出20項措施 包括在地產商買地時 繳交的保證金最低比例要求 由5成降到2成 同時加快審批項目建設 敦衝銀行增加投放案揭貸款的力度 買第二個單位的首期乘數門檻 由5成降到3成等 期望減輕地產商的負擔 進一步激發樓市活力 今個月以來最少5個城市都已經有類似行動 中國指數研究院認為樓市穩定對經濟很重要 相信放寬調控有助釋放置業需求 未來可能有更多城市跟隨 證券時報統計 經過降低底價和門檻後 重慶、北京等7個城市 上季都完成今年第一輪集中買地 成交價較底價平均高最多1成1 克爾瑞研究認為 如果內房資金流改善 今季可能是買地的時機 部分有財困的企業就選擇與國企合作 介紹要與招商局集團客下招商蛇口 內地國營不良資產公司長城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涉及合營安排、資產收購 除了物業開發 也會討論加強在大灣區 文化旅遊等的二部合作 但中金擔心未來半年 是內房債務到期的高峰 估計涉及1萬1千億元人民幣 為了風險難言結束 加上疫情進一步拖累樓市銷售 建議放寬置業的門檻 加強地產商融資的政策支持等 估計如果今季內 政策有力調整 全年房地產銷售面積可控制在跌7% 否則可能跌超過一成 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 本港一個月策息連跌4日 再創超過一個月低位 港元策息普遍向下 當中策息掛鉤按揭 即是Aktron的主要指標一個月策息 連跌4日 跌穿0.2厘 報0.196厘 是由2月25日以來的低位 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三個月策息 亦都連跌5日 報0.506厘 港匯方面 早段曾經是低見7.8378 創了接近兩年半的低位 坦白恆子的最新表現 現在跌幅到279點 正在222223點位置 分類指數普遍向下 地產指數逆市上升到600點過外 總成交超過800億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來到監獄現場的時間 幾大因素夾擊港股 聯儲局官員放英 預計最快下個月開始縮表 歐美加強制裁俄羅斯 還有內地數據 服務業急劇轉差 都令港股低開之後 最多要跌472點 落過2萬2的邊緣 不過下午跌幅收窄 已經看到日中的高位 最新跌幅265點 佈22235點 當中的地產指數 受惠於內房和本地收租股做好 在普遍指數當中 只有它有得升 總成交在北水恢復底下 有833億多 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美國可能加快收水 高估值的科技股也受壓 不過下午跌幅都收窄 最新跌幅2.7%佈4636點 看看最活躍的港股最新表現 騰訊最新跌幅1%佈384.6% 美團跌2%做163.2% 阿里巴巴跌4.8佈109元 中海油今天可以逆市 靠穩創到兩年的高位 升6% 做11.8也衝上日中的高位 開拓藥業在藥物的開發當中 臨床測試結果正面 股價最多升到兩倍以上 最新升1.2倍報31元 看六到十位的表現 排到六位的有京東集團 最新跌4% 做236.2% 刑副基金根據大市走跌1% 港交所下午也繼續偏遠向下 跌3%做359.6% 跟進藍籌股的表現 看見匯控保持偏遠 最新跌2毫至53.8毫半 有幫跌幅超過1% 中移動先跌後回穩 下午升上日中的高位 最新升到0.8%做55.3毫半 港交所跌3% 氣跌幅超過1%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電腦和手機設備股 沽壓比較大 消息面上 台灣經濟日報就引述供應鏈的消息說 聯想、惠普和華碩等等這些電腦廠商 都削減了今年的電腦的訂單 出發目標率都減了 減幅大約是雙位數字 事關疫情影響和俄烏戰士 也削弱了歐洲的消費意欲 不過美國的廠商Dell和蘋果 訂單就相對穩定 受這些消息影響 今天電腦相關的設備股 也是比較差 聯想集團曾經跌穿過上午的低位 最新跌幅6.48% 至於其餘的手機設備股 普遍也是向下 當中的信譽也是暫時最差的籃籌 跌幅6% 做118.6% 碎升跌3% 做18.62% 跟大家補充一下信譽大行的看法 摩根士丹利提高了信譽評級 由於大市同步升到增持 不過目標價減了 最新是190元 事關大摩認為信譽股價 在未來五年有望倍升 手機需求疲弱的因素 已經大致反映在股價上 另外看好他們的車載產品 可能會受惠於 汽車輔助駕駛系統的升級 抗爭實景 即AR等業務的增長空間巨大 相信手機意外的業務 未來五到三到五年 可能佔到收入超過四成 有個轉型 轉到內房和物館股 內房股今天普遍上升 再有內地城市放寬了樓市政策 最新到甘肅的蘭州市 都是降低買地和按揭成數的要求 股價上中海外 今天見到超過一年半的高位 最新升到半成 佔26.3 合生創展也創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合生創展最新升到4% 做16.98 佳兆業方面 處置資產有些新的進展 集團就和招商蛇口 以及一些國有資產管理公司 合作收購資產 佳兆業本身就繼續停牌 系內的佳兆業美好 今天升到9%做8.7 看油股 看到油價在亞洲市的走勢比較反覆 不過三桶油可以逆時靠找到 海油升到6% 做11.78 也是超過兩年的高位 石油可以升到3% 做4.2 石化升幅就跑輸另外兩隻石油股 最新升的1%做4.06 我們先跟進到這裡 又來到照顧錦浪的時間 今天快要輪到黃耀忠 和我們分析的資金流向 找他出來看看 Hello Andy 你好 咦 可能又有點阻滯 不要緊 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過往一些避險資產的表現 因為說真的 夾晚債息 特別是長債息率 去到兩厘六樓上 的確挺搶鏡的 不過不僅是債息急升 去到大約三年高位 美匯指數也是向上的 由上星期97.79的水平 最高升到今天是99.6 但金價方面隨隨回落 俄烏局勢 算是沒有之前說一說緊張 加上美國的加息步伐 有機會加快 阻礙了他們的表現 金價由1954美元 稍為回落至1925美元的水平 主要因素都是擔心 美國是否加快收水 第二就是歐美制裁俄羅斯等等的影響 好是時候找黃耀忠Andy聊聊天 Hello Andy Hello大家好 歡迎你 總結了避險資產一個星期的表現 特別是美場債息 去到兩厘六樓上 大家比較優心 加上美匯指數接近100這些水平 都未必說對股市那麼有利 短期點看兩個優心因素 一個就是美國是否加快收水 第二就是歐美制裁俄羅斯那裏 是否對整體的資金流多大影響 其實我覺得兩體 如果你說先講後面的歐洲那邊的消息 始終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還有歐洲那邊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他們又要追趕很多能源上面的怎樣取代 大家覺得比較混沌一些 所以其實那邊的資金駁完一個反彈之後 大家都明顯看到資金有些流走 但反過來 即是美股那些 其實中長線 你都會見到資金比較穩定些流入 尤其是 其實就算你說無論加息的情境 當然市場大家會很擔心加息縮表 對於科技股可能有少少影響 但你會見到在成熟市場上面 美股有資金流入 那麼兼且剛才說到加息縮表這些 都叫做周期性表現的股市 例如好像澳洲這些 就是比較受惠的 持續都是有資金流入的 但是你說在債券方面 我就純粹是覺得大家 駁一駁 覺得那些息率好像有些吸引 就是有些買進去 但是而中港股 其實大家就會見到在前一輪 大家駁完撈底之後 都有些少少獲利的情況 所以簡單些來做一個conclusion 就是這一刻應該大家 在心態上是想偏進攻的 但是攻得來又不敢很大膽去做一個進攻 是啊 因為說真的 不明朗因素現在很難看 而且變化硬硬都可以很大 Andy 如果這樣算 見到美債的市場 過去一個月又好過一星期 你見到ETF整體現金流都是流入的 這件事跟負稅的報告都不謀而合 因為它是截至3月底的統計 原本債券基金一直都是正流出的 今年20 但是開始轉成流入 大約是63億美元左右 當中信貸擔保的債券比較多些 流入金額達到45億美元 高息債佔了27億美元 是5個月高位 至於轉權債方面 流入資金都有35億多 當然有個別債券有正資金流出 不過說真的 但是現在很快市場又轉變了 就是說這個加息的部分 縮表部分可能會加快 會不會因為現在債息 長債息都去到2厘6 債息是債價回吐 究竟資金是否繼續趁債價回吐吸納 還是又會有一個扭轉 可能又是有些技術上面的故障 不緊要 現在來說 說真的 長債息率是甚麼水平左右 大致上是2厘6水平左右 其實市場分析認為 短期內 因為美國加息這個步伐 估計會加快 隔晚不少聯署官員都出來提到 接下來主力的重點是控制通脹 希望接下來最快5月就要縮表 甚至乎接下來加息步伐都需要加快 繼續找Andy談談 怎樣看呢? 債券的資金流向 其實債券的市場 我們覺得 因為上個星期就剛剛經歷了 叫做季節 變了其實有可能 很多資金上面要做一個再平衡 就是可能原本 一月二月減少了少少債 或者債又跌了些 去到季尾 他們要做買多少少 可能原本習慣了要買六成債券 跌到只有五成五 那麼他們又要買回5%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 小小叫做季節性效應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 我們自己都會見到 其實在債券市場上面 大家開始對於高收益債 尤其是在亞洲上面 可能已經覺得 其實你都開始息率吸引 你短期債都會升到二點幾 甚至你十年都是二點六 其實對於某些叫做 給一個盤比較大 或者持貨力比較長的朋友 其實他們就會開始覺得吸引 所以這兩者底下 我覺得都會形成了 有些資金的流入 但是短線上面 始終真的息率升得急的時候 好像昨晚那樣 就不是那麼受惠 所以我們都仍然覺得 暫時債券都是輕倉為主 是啊 就是說 因為市場的風口 逆轉得都幾快 看看究竟趁低買 還是要避開 始終只要留走債券 就是債息被抽高 如果是這樣 股市會不會相對受惠呢 因為在這麼波動的市況下 就截至3月底 附上報告都發現 資金繼續流入股票基金 特別是美股 整體流入環球的股票基金 192億美金 當中美股佔大部分 有179億多美金 流出哪些 歐洲股市 內地市都有資金後 包括ETF的市場 流入資金26億美金 透過北向交易 就是流入內地A股 都有22億多美金 先談談美股 是不是繼續可以強呢 我覺得美股 短線上 就應該要整固一下 因為其實它都反彈到 例如標普500都反彈到 黃金比率0.618 我們預計 可能它會在黃金比率 大概0.5至0.618 做多一會整固 我覺得都很合理不過 因為其實二、三月份 其實它們都反彈了不少上來 但其實如果我們看著資金面 其實在美股 我拿著大家最擔心的科技股 但其實看到科技股 由三月份 都開始有資金流入去抄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在美股上 就未必那麼悲 反而應該樂觀一點 只不過大家的資金 是會想挑選多些大型的科技股 多過那些小型的高速增長的概念股 即是說隔晚就算 NASDAQ這樣跌回 2%這樣跌下來 Andy反而是覺得資金 是逐步買入的 短期或者一個跌勢 其實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整體來說是的 因為其實市場上面 其實你說大家 預計的那個息率 那個叫縮表那件事 大家是很有心理準備的 其實聯儲局這陣子的官員出來講的 都是為了 我們覺得是在管理市場預期 但你會見到每一次的市場反應 其實如果以昨晚的息率升得那麼急 還要說了那個縮表那些言論 其實科技股不算跌得很急 尤其是這樣去對比的時候 再加上資金這樣每次逢低吸納 我們覺得應該是 正如星期一晚都有講 跟大家說有七成機會 其實是見了底 好啊 都希望慢慢上回來 就帶漲小回的格局 因為都影響了我們香港的科技股表現 兼且整體行指的走勢 看看資金流向入面 當然是參考北水的動向 看到回來 早上一度是沽貨的 現在正流入金額都不算多 六億多的資金 都要請教Andy A股回來又一般 因為內地擔心疫情 我們的港股反彈了一段 加上那麼多不明朗因素 今天都是欠手十天線 短期來說 會不會是逐步見頂的態勢呢 你怎麼分析呢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維持著之前的說法 就是始終港股二月份 就跌穿了25年的上升軌 即是說03年沙士 08年金融風暴 加上歐債和COVID 那個上升軌跌穿了 其實由早兩個星期 即市場一反彈 由萬百彈上來 其實都彈了三四千點 還要剛好試回之前 跌穿了上升軌 或者大家看著日線圖 其實都差不多有個阻力 在22,900這個水平 所以變了我們自己就會覺得 短線裏面是有些食糊的壓力 但是我們這個短線的看法 但是中線一點的看法 就大家拿回可能今次的上升列口 去到現在大概22,900這個水平 做著區間的一個準備 那市場上面 就不是一面看淡的港股上面 即是你可能叫做科技股 那些資金就有點不算太跟進 但是反過來我們覺得 那些資金是比較喜歡高息股的 尤其是大家可能今天 剛才你們的新聞都有提到的 內地的內房是 那些政策叫做好像見底了 即是大家已經沒有那麼悲 如果我們看回亞洲高息債 即是其實和內地的房地產的高息債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些亞洲高息債 其實過去這一個月 由低位都會升不少 所以其實這幾個印象底下 無論資金面或者債價的面 都令到我們覺得港股 應該是個中線應該打底 但短線 因為短期上面的阻力比較大 就要有些食股的壓力 好啊 即是說22,900點左右 你覺得都是差不多接近頂位 但我們有沒有機會 跌一跌才下跌呢 Andy 是否看資金流向北水 都不是那麼活躍 會不會不夠力水彈上去呢 暫時北水不是太活躍 事實上看著科子的ETF 3033那些 其實都見到 其實資金都不算很明顯 用科技股托 所以現在你說會不會碰一碰 可能會的 但我猜如果在碰這個過程裏面 要猜是哪一個板塊 有機會拉升這條指數 我都會選一些本地股 地產 或者如果你說是中資的 就未必是選科網的 可能是選一些內銀 那類 因為始終大家越看到內地的政策 現在似是第二季 越來越大壓力 要做多些放寬的措施在這裏 好啊 即是說都要看著幾個板塊 就怎樣行事 還有北水那裏始終是淡靜 大家要看清楚之後 會不會踴躍些 情況如何 當然資金流向 剛才Andy都偷報說了少少 你說有一個信號 就是大家覺得會對於A股和恒指那方面 是有利的 就是這個亞洲高息債 但是你說見底 為何你這麼有信心呢 會不會短線還是有波動呢 其實我們覺得打底的機會大 當然未必有 好像剛才說到美股那樣 比較明顯 直覺出來了 其實例如我們看著 美國上市的KHYB 即是亞洲高息債 你見到其實這段時間 雖然資金是有些獲利 但是如果我們看著這個 始終它其實跌了很久 變成一個息率 其實已經去到八點幾個百分比 如果你說只看著中國的內房高息債 就更高息 還要走勢 尤其是更加近來 比較凌厲的中國高息債那邊 變了令到我們會覺得這段時間 看來 大家會想消息的基本面 即是大家會覺得資金流向來活斷 結構性風險看來可控 所以變了我們覺得 打底的機會會大一點 即是說你對A股港股相對有信心 當然留意著高息債是否真的見底 簡單問科技股 因為都擔心著美國 即是接下來加息會拖累 又怕中美之間審計還有變數 說真的 騰訊這幾天雖然有淨流入4億6的資金 但今天單日淨流出到下午1點 都1億6的了 雖然說過去20天有八成有淨流入 但是科技股究竟有沒有資金吸納呢 我估計整體來說吸納的錢 過去這幾個月都持續是有的 但是我們會覺得短線裏面 始終科技股出一些業績 都是比較令人反覆 變成資金上面 都不知道究竟看好還是不看好 變成剛才就講到 大家都要看著技術位 技術位大家去到差不多 好像要準備要戶的水平 資金就開始又流入得慢了 甚至有些短線食戶的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科技股不是那麼悲 好啊 但是短線未見有資金的追入 多謝Amy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下 好嗎 謝謝你 好嗎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